殿下 这寿面的事如何处置啊 这个寿面 是太子妃殿里的长氏宫女永娘 做主送去的 这个永娘之前是太奶奶身边的人 不会做这样下作的事 可现在这东宫 就只有太子妃和赵良娣两位娘娘 会有谁 想去害赵良娣呢 我虽然不愿意相信 却只怕瑟瑟自作聪明 贼喊捉贼 这个赵良娣 还真是敢贼喊捉贼呀 确实 赵良娣自己倒了一出戏 可太子殿下去信以为真 又跑到太子妃殿里大闹了一场 被太子妃气得够呛 还扬言要废了太子妃呢 如此拙劣的伎俩 也瞒得过太子 是太子殿下 太过宠爱赵良娣了 才一夜障目的 这个赵良娣 始终是个祸害 只怕太子殿下以后 只认得他 不认得娘娘您了 娘娘 还是要尽早做打算才是啊 绪娘的事情 都安排妥了吗 都安排妥了 这赵良娣 也真够倒霉的 我应该去看看他 上次给他买的礼物啊 还没来得及送给他呢 你傻呀 就是因为他 你才会被五哥骂 你还去看他 还送他东西 这不关他的事 是李承鄞不讲理 再说了 他现在身子这么虚 我也理应去看看他 你还去看他 万一他再有个什么事 五哥又该怪罪你了 他怎么讲是他的事 我们西州女子下来行为坦荡 行得端 做得正 怕他干什么 出牌啊 良娣 太子妃来了 太子妃不会是发现了什么 来信誓问罪的吧 先别慌 我们先出去看一下 他究竟来做什么 瑟瑟见过姐姐 瑟瑟身子胃好 神色有些憔悴 不和礼仪之处 还请姐姐见谅 我们两个之间 不用那么讲究 快坐下 我这次来呢 是特地给你准备了 生辰礼物 快看看 上次都怪那个李承鄞 把我给气糊涂了 我都忘了给你了 喜欢吗 这石头真的是很别致啊 这是我们西州的孔雀石 虽然说不值几个钱吧 但是在中原还是很稀有的 瑟瑟谢过姐姐 你身子现在还没痊愈 那我就不多打扰了 兴许是我自己吃错了东西 不过我相信 这一定与姐姐的那碗长寿面无关 你相信我就好 不像那个李承鄞 不分青红皂麻 就怪到我头上 你好好休息啊 姐姐请留步 还记得姐姐上次 问我狼牙的事吗 那可能不是我的狼牙 可能我看错了吧 是不是只有看过了才知道 锦儿 去把我的狼牙拿来 去拿 是 太子妃 给我的定情信物 姐姐好好看看 这到底是不是你的狼牙 这是我的狼牙 怎么会在你这里的 其实 这狼牙是太子殿下 给我的定情信物 李承鄞 我不知道这个狼牙是姐姐的 不过 既然是太子殿下给我的 我若在假手送给姐姐 怕是有些不妥 既然如此 那你就先拿着吧 我先走了 两弟 您到底为什么这么做呀 我必须要搞清楚 他和殿下以前 究竟是什么关系 来 太子妃 喝粥 太子妃 这是你做的呀 对呀 你还有这样的手艺呀 我们宫里掌藏的女官 都没有你做得这么精巧 别的我不会 但要说做这个 在西州我说是第二 没人敢说是第一 我们中原的姑娘 做的都是女宫针线 就没有人会做这个的 在西州啊 女孩子出嫁前 一定要编织一条腰带 作为定情信物 所以西州的女孩子呢 哪怕不会做女工 也一定要学会 怎么亲手编织朱串 做这个好 做这个好 太子殿下一定会喜欢的 他喜欢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太子妃 不是做给太子殿下的 我做这个呢 是要送给我的救命恩人 救命恩人 救命恩人 见过太子妃 裴将军 谢谢你那天 在东市救了我和阿渡 末将从未在宫外 见过太子妃 我懂 不过我们西州的女子 从来不会平白无辜 受人恩惠的 我特意给你做了一个护身符 保你平安 末将保护太子妃 是职责所在 请太子妃收回 你一定要收下 不 我不能收 收下 太子妃 殿下 你怎么来了 这里是我的东宫 我在这里很奇怪吗 倒是你身为太子妃 不好好在成恩殿待着 跑这里来干什么 这里也是我的东宫 我想去哪里就去哪里 李少傅还等着呢 还不快走 是 慢着 我有事要问你 什么事 赵瑟瑟那个狼牙 是不是你给他的 你问这个干什么 我就问你是不是 你先回答我 你问这个干什么 那个狼牙跟你有什么关系 那个是我的狼牙 你说是你的就是你的 你 那是我阿翁送给我的 是他杀狼王的善利品 真的 当然是真的 我从小带着他 怎么会认错呢 那狼牙 是我收拾从西境 带回来的东西的时候 发现的 瑟瑟喜欢 我就随手送他了 随手 我的东西 你凭什么随手送给别人 我又不知道 那是你的东西 行了 我自由主张 走 自由主张 你倒是还不还我呀 这么多碗 得刷到什么时候 我帮你吧 mare 原来他做这个 是送给你的 这货啊 自己带着还不太好解呢 这么晚来找我 薄 sour豹只是为了炫耀吧 今天 太子妃问殿下狼牙的事了 狼牙 殿下也不知道 这狼牙从何而来 她就把这狼牙送给了赵良娣 太子妃看见狼牙 带在赵良娣身上 就去问殿下 这狼牙从何而来 殿下怎么说 殿下说是从西境带回来的 一堆物品当中发现的 我是担心 这狼牙会不会让他俩想起什么 你这么一说我倒想起来了 小枫最近也很古怪 这几次出宫 他都故意避着我 上次还去了医馆 应该是去寻找恢复记忆的方法 难道他隐约已经想起了什么 这可如何是好 既然殿下和晓风 对狼牙之事已经起疑 那我们就去给他们一个 合理的解释 让他们不要继续往下下猜 我不会撒谎 我交了一 殿下 您从西境带回来的东西 恭喜都在这里了 殿下 二赵 有什么事吗 好 上次太子妃问及您 关于那枚琅牙 其实 你知道那个琅牙 是怎么来的 那枚琅 琅牙是末将在 西境归来的途中 在营帐外捡的 我本以为 那是您在丹蚩的战利品 便随手放在了 您营帐当中 没想到 会引起您和太子妃的争持 不如 我去跟太子妃解释解释 不必了 我的意思是 我会给她解释 您不用麻烦 好 时恩 把这些 谁收过去 是 将军 何事 万年县令派人来禀 有两个羽林卫摊上了官司 请您过去一趟 可属下刚刚查过 羽林卫中并无这二人 想必是有人冒充羽林卫 妄图躲过官司 这事你自己去办就行了 是 等等 将军 你可知道 他们叫什么名字吗 其中有一个叫 周西 好 是 是 是 我 颈动大人 实在是 万不得宜 我听说我的人 把一个无辜小孩给推下水 我自然要来看一看 确有此事 将军请上座 这是万年现阳 你还是继续断案 我在旁听着就好 是是 还愣着干什么 快给将军看座呀 将军请 原告何人 以何为业啊 大人 小的姓贾 我们一家四口 就住运河边上 以打鱼为胜 你告何事 大人 今时 我们夫妻二人 正收拾鱼网呢 街坊突然跑来告诉我们 说我儿子落水了 我们赶紧跑过去一看 我儿子全身湿漉漉的 躺在地上 愣得直发抖啊 我问他 你为何落水啊 他跟我说 他只是不小心 撞了这位公子一下 这位公子 就把我儿子给推到水里了呀 大人 我 现在天气这么冷 可怜我的儿子 已经冻得 只剩下半条命了呀 大人 躺下小儿 是谁 把你推到河里的 就是他 我是救你们的呀 你们不是掉到水里 我不是去救你们 什么时候推了呀 周夕 本官问你 你实不实水性啊 不实 你不实水性 却要下河救他 要不是你把他推入河中 你怎么会舍命去救他 救人之计哪想得了那么多呀 他落水了 我当然第一时间救他了 那你们俩又是怎么上来的 我 我兄弟会谁呀 我之前落水他救过我 他特地学了 一派胡言 人本自私 最为惜命 你与他又素不相识 你又不是水性 你去救他 你不是心虚是什么 如果心虚 必是你把他推入水中 原来你就是这么多案的呀 这 裴将军 你看 这样 你先让小姑娘到后堂去 我先询问她哥哥 再让小姑娘过来 对了 给她拿些果饼吃 来人 把小女孩带走 你方态说 你的河边玩耍 这个人 把你推下河 是吗 那他是推的你的背吗 是 既然是推的你的背 而你后背又没有长眼睛 那你怎么就能断定 一定是这个人 而不是别人 我 我记错了 他是从 前面推我下水的 我是仰面 跌下河的 好 你确定 你是仰面跌下河的吗 大人 让他也到后堂 去吃些果饼吧 来人 把他带下去 把那小女孩带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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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你看 是这样 还是这个大人风吧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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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你看 小姑娘 我问你 你是亲眼看到 那个人 把你哥哥推下去的吗 就是他 好 你哥哥是在河边玩耍 然后他就把你哥哥给推下去了 是吗 嗯 那他是怎么推的呢 就那样子推的 哥哥蹲在那里 他从后头走过去 就这样把哥哥一把推下去了 那他是推你哥哥的后背 还是推你哥哥的肩膀呢 推了我哥哥的后背 你确定是后背 你确定是后背 不是肩膀就是后背 好 大人 这两个孩子口供不一 疑点甚多 还请大人细察 将军说得是 将军说得是 把那落水小儿给我带下来 大胆小儿 你竟敢撒谎 我没说谎 你要再不说实话 拖下去打一百大本 唯吾 是我爹爹教我的 我和妹妹自有水性好 京城假装落水 挂人去救 再一口咬尖 是被人推下去的 爹爹 好从中和些钱财 那他们就心甘情愿 被你们骗吗 一般人 都觉得小孩子不会撒谎 那些救人的呀 百口莫辩 也不愿来衙门 最后 也就自认倒霉 掏钱了事了呗 像公子您这样 非要来衙门讲亲道理的 我们也是头一回遇到 现下真相大白 我的部下无私救人 反倒被诬陷 伪失冤枉 大人 现在事情清楚了 那我就把我的人给带回去了 请将军自辩 慢着 我还有话要说 你刚刚说 你刚刚说 人本自私最为惜命 我不认识这小孩子 又不识水性 舍身相救是因为心虚 荒谬之极 爱护弱小救人为难 你这本事正义之道 他年纪尚小 失足落水 我难道不应该舍身相救吗 倒是你呀 这么糊涂断案 以后谁还敢舍身相救 挺身而出 这不让天下好心人心寒吗 对 对对对 我告诉你 今天这是真相大白了 下次再遇到这种事 我依然会先救人 对 救人 救人 好 好 走吧 是啊 好 好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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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太子妃 叫我公子 公子 之前 没见你这么穿过 每次你身上都穿一身盔甲 严肃得很 其实你这么穿挺好看的 你身上 我跟你说啊 刚才那个县令要去找你的时候 我可担心坏了 你说你也不知道我化名为周西 万一你不过来 或者找了个不明所以的人来 那我和阿渡 岂不是又要在宫堂上打一架了 幸亏你过来了 好 我今天可算是长见识了 这世界上还有这样的父母 人心险恶 公子 以后还有多加提防 我可提防不过来 这里骗子太多了 不像我们西州人 高兴不高兴全写在脸上 你不一样啊 你是好人 你说给你添了这么多次麻烦 每次都是你替我捡来 看来一个琉璃护腕 不足以报答你 我得想想 给你找个什么别的 太子妃 保护太子妃是末将职责所在 末将无需太子妃报答 我说了我这个人是有恩必还的嘛 太子妃 您千万别再送末将东西了 你是不是觉得我送你的东西 你不喜欢啊 并非如此 只是 您是太子妃 我们尊卑有别 末将不敢说 我当你是朋友 你跟我探尊卑有别合适吗 可是这深宫中 并非人人都是朋友啊 谁说的 永宁是我朋友 珞西是我朋友 你也是我朋友 走啊 臣参见陛下 查得如何 这个柴木 一夜之间好像人间蒸发了一样 末将搜遍了上经 毫无踪迹 他跟随眼 也跟随眼 毫无踪迹 你啊 老子 这六年呢 顺便 绑多 你们还是让人来 你去绵罗九四 买几坛好酒过来 就说我这里来了非常重要的客人 明月姑娘 上一次那两个陌生人 有没有再来骚扰你啊 他不是给了你十钉金子吗 可不可以给我看看 可能在里面会找到一些蛛丝马迹 能点进去吧 官爷这次来 不是来听曲的吧 您是否还是怀疑 小女与那两人有关联 我是王妈妈带大的 我的身份来历 她很清楚 你若是不信明月 大可去问王妈妈 你若是信不过我和王妈妈 可以把我抓回衙门 仔细审问 不必再次耗费时间 朕没想到 你的性格是如此的刚烈呀 明月虽身在红尘 身份卑微 却是有尊严之人 我不愿被人低看轻薄 向来只为知音者弹琴 我以为官爷这次来 是听明月弹琴的 没想到您是有公事 那就请您公事公办 不必戏弄明月 放肆 你可知道你在有何人说话 其实 我跟你只是有一面之缘 你为什么如此地信任我呢 明月虽未见过官爷容貌 但听过您的声音 明月便知 您跟那些借着听曲 别有所图的男子不一样 您的声音让明月心安 明月心想 您一定是一位 温文尔雅的谦谦君子 所以心中便生出一些期许 看来是明月多心了 不该妄想 有您这样的知音 我是你的知音 其实本官也确实有一些冒昧 好 我先罚三倍 大人 你先出去 刚才是明月不知轻重 让您扫兴了 我也要罚 原来姑娘把我当作是你的知己 太好了 我敬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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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上是否因为上次之事 对你起疑了 顾剑哥哥 麻烦您安排我与太子殿下见上一面 我有要事相告 我敬你 我敬你 感谢观看